Leo聊四季 天天都關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Viper對上Yo的一個對決 那這位玩家 Yo是庫曼人 是中國第一的世紀帝國的玩家 好 那來看一下Viper Viper的位置是在大約三點的方向 那Viper的話這次是哥德仁 哥德仁的話目前在田蹄1對1上面 基於勝率並不太理想 那藉此來看一下Viper 到底在阿拉伯上面怎麼打哥德仁吧 好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哥德仁的能力 哥德仁的能力是在黑暗時代的時候 步兵的費用是-20% 封建是25% 城堡是30% 帝王是35% 那每個時代的步兵對建築物的攻擊力是加1的 那你到了帝王時代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哥德步兵 拆房子都更速度超級快的 而且這個能力喔 是從封建時代開始 所以黑暗時代並不會黑棒棒 敲建築物非常快的情況出現 所以前期的快攻來說的話 也不會說非常非常有優勢喔 反正是上封建時代 裝甲點一下之後 拆木牆啊或拆房子什麼的 那速度真的是蠻快的 所以遊戲的戰術是什麼 封建爆裝甲 這種戰術是有的 但不常用 因為可能會被解掉 因為通常對方都要出個小弓 你的裝甲基本上就沒什麼用了 那通常這時候 哥德也會出戰寶啦 但這個實行起來的困難度是非常高的 大概就是他的能力 村民對野豬的攻擊力加5 獵人的肉類攜帶量加15 那這個能力在某些地圖來說啊 超好用的 我們都租了一些地圖 很多動物的啦 那拿幾張炮我就不舉例了 這張 這個能力呢 在有些地圖來上 他的威力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尤其是打一個地塊 或者是一個城堡 爆起司的哥德文明打法 他那個肉量實在是太多了 你會搞不清楚 這個到底是波蘭還是在哥德 在爆起司的那個肉量 但這個太極端了我們就不講了 好 那來看一下 立即研究支部技術 好就是你點下去馬上就有支部了 馬上就穿衣服 再來就是帝王時代中人口加10 一般玩家的話都是200人口 那這邊的話會是210人口 哥德到帝王時代時候 會多對方大概10個單位左右的一個領先 那再來就是他的無政府狀態 可以在軍營中產生哥德衛隊 哥德衛隊就是他的寶兵 他的寶兵就是哥德衛隊 哥德衛隊的話是遠方極高的一個步兵單位 那非常害怕近戰單位的傷害 他近戰單位防御幾乎是0的狀況 你升這些板槍升上去才加2左右的樣子 這個是0嘛 06的一個數值我看一下 確定一下 對是06的數值沒錯 那他升到精銳的話就是08 所以他打騎士劍勇 這種近戰單位非常非常難打 很濃就被對手判刮刮刮了 好那最後一個噴井 這應該是哥德玩家們最喜歡的一個能力了 軍營生產速度提升100% 哇那個不管出戳戳啊劍勇啊 或是哥德巫衛隊 你用那些軍營大概只要3個4個 喔你就可以噴的跟10個一樣差不多快了 所以呢這個能力算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 步兵文明的一個打法 好那來看一下右 右選擇的文明是庫曼 那庫曼的話大家應該也蠻清楚的 他在封建時代就會建造額外的TC 就是封建時代雙TC開農的一個打法 那在封建時代可以使用工程器製造所和輕型衝動車 那在城堡時代可以升級裝甲衝車的升級 那就代表說你封建可以衝車開撞 然後升城堡的時候就可以升一級的裝甲衝車 欸還是升到三級不太確定了 反正是可以升級的 因為我沒有試過 有知道的觀眾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射箭場的話 馬舊和射箭場的木材分數-17-15 所以他打一個封建快攻是很厲害的 木材直接省了100 那你現在馬舊跟射箭場的速度比對手快 然後你還有多餘的資源可以下BK 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再做衝車 攻擊的話算是一個蠻厲害的一個能力 我之前有回來打單挑的時候 那大概是遇到一個1500的玩家吧 他就是庫曼封建快攻 把那個衝車封建出來真的傻子喔 對面小弓戰矛超多 還有戳戳 那個衝車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解 那最後我是用村民去直接暴打 還有用肉碼跟一堆大量戰矛 然後才終於解掉對手的一個攻勢喔 然後對手就含GG了 算是一個很難解的一個打法 但是通常高手對局不太會看到 好 那來看一下其他的能力 每個時代的騎兵速度提升5% 從弓箭時代開始 大概就是清查 清查的話應該不用多講 他算是一個馬上的諸葛連弩的單位 然後他會一直瘋狂連射 欸 也不是連射喔 他這個是散射 一次會射很多發的那種 就會散射 但是他的攻擊 算是比較 算是散彈槍吧 所以準度不是非常的好 然後傷害的話也只有遠擊二層 射攻擊喔 所以他沒有三級射 殺傷並不是那麼強 我們來看一下白骨這邊已經過來喔 然後棒棒開敲了 那這邊已經成到封建時代 哥德這邊民兵 打進度是有外加一傷害的 那沒有關係 這邊很多人來蓋房子 但是這個血量扣的還是很快的 血量哇哇你看到 三隻民兵 直接敲到 收起來了 好 最後來講一下後面其他科技喔 大草原耕種技術 輕騎兵 草原騎兵 和馬公騎兵 虛煙騎兵 速度100% 庫曼用力 每位隊 隊伍成員 可以在每座什麼 免費生產五名精銳清查 那這個能力是打團戰的時候 你的隊友 可以在自己的城堡裡面 生產庫曼的這個寶兵喔 那我覺得這個能力也算是 有點微妙喔 原不出的人就是不出 會出的人就是會出了 好 再來 他的團隊加成是比較值得注意的 整個牧牆的生命值加33核勝 你們可能覺得有點少 沒什麼用 但其實在團戰來說 這個能力可以抵擋 團戰快攻 還算是蠻好用的 算是挺能狗的 那這個算是比較細的部分 我們就不多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這邊 又有繞了三隻波馬 到後面想要來騷擾 但是這邊 目前應該是看不到 能達到什麼東西的樣子 那BIPER這邊是選擇一個 單伐木 八個人 挖 木材的一個選擇 那這邊是要想要急速下射箭場的關係 所以伐木場並沒有下第二個 唉唷 這邊臭米燒被抓到了嗎 哇 要直接死一村了 這個應該是沒救 咧死了 OK 那進 前方的話還在做成裝甲 再往前壓 然後這裡有一隻戳戳 加兩隻小弓 想要來推進 那應該會跟三隻專長會合 然後再去做一波大的燒了 家裡的部分 則是用木牆稍微擋一下 後面又要打算圍起來了嗎 看起來是 看一下BIPER的視野 BIPER的視野 有沒有看到家裡後面的 沒有 目前只有看到對手 唉唷唷這塊要打破了欸 這個 這個房屋居然要爆阿 這個拆的速度太快了 蠻戰毛過來 小弓殘血了 哇 死掉了一隻 這個戰帽還是蠻痛的 兩發 好 輸掉 那這邊是五隻刺猴 在後面要來攔截這邊增援小弓 這個就是細節了 通常我們玩家都不太會把自己有的弱馬 到後面去攔截對手的一個工兵的集結點 所以導致很容易被打出一個集結差 那這邊的話這不算是一個細節做得很好 但是沒有做到太大的打擊 因為MIPER也知道很容易被攔截 所以還是出了一些戳戳先防守 那也確實戳掉了一隻弱馬 那這三隻戳戳的話 進攻來說就會相當更給力了 因為對手是主弱馬 然後復甦出是戰帽的一個選擇 那也沒有出工兵 那打裝甲的話就會很難打 因為戰帽打裝甲幾乎是不痛不癢 好 來看一下這邊騷擾這個弱馬挺到位的 直接想要硬點一下殘血的戰帽 但是這邊又也是有在控兵的 故意把殘血的戰帽一直往下走 然後來跟漏馬會合 那戳戳這邊想要硬戳上來 那右戰邊戰帽是選擇先點攻兵 而不是先點戳戳 有了還是先點戳戳了 戳戳比較近 先打還是先打 OK 先硬戳戳戳的話 那這邊漏馬就有空間可以發揮了 OK 那這邊兩隻戳戳都被點掉了 那開始可以來點攻兵了 那戰帽依依依就在輸出 看要不要把這個裝甲布兵拿去 唉唷 這邊裝甲布兵先砍村命欸 我的天 哇 砍死兩村 哇 三村有嗎 然後這邊MIPER絕對不打兵了 打村比較實在 哇 死了三村 哇 直接超越了 一個四村的領先 那看來這邊是有稍微斷村喔 沒想到BIPER這邊 寧願送掉自己的兵 也不要跟對面打正面喔 而是選擇先跟對方說明打架 但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你這樣先打 要死對面聰明的話 從空間時代開始 那確實會打出一個 蠻大的經濟差的 那家裡目前斷兵 有斷了一段時間的樣子 並沒有出太多的兵 那家裡的兵有點少 OK 三隻戳戳就沒問題了 但是對面戰盲應該也會過來 那這邊趕快補下戰盲 然後有戰盲跟錯錯的話 肉馬的攻勢 肉馬加戰盲的攻勢就可以化解了 就不太害怕了 到底是要怎麼再繼續做防守 是個問題了 這邊BIPER選擇要這樣組耶 那稍微講一下BIPER這邊 黃金在前面 會比較尷尬喔 但是看起來是還好 他的這兩塊附金 有一塊是在上面喔 那主金是在後面 雖然果樹在前面難受了一點 果然被騷擾到了 所以不能吃喔 那這樣子的話 BIPER可能這邊要被打囉 會嗎 OK 嗚呦這個手術 這麼非世間冠軍BIPER 好這邊搓搓過來 要來搓一下嗎 沒有 沒有搓 但是這邊有點危險喔 三隻 很容易被吃掉 因為沒有搓搓 有來一隻 OK 這邊搓搓跟上 還是要勸退一下 勸退勸退 搓一下 這個一滴血的沒搓掉 再來搓一下 喔是不是搓到了 直接搓死一隻 完蛋 這兩隻村民 要被抓到了嗎 趕快鑽洞 我被抓到了 唉呦 唉呦 這個燒落還是蠻到位的 在矛在後面來打金礦人 然後金礦還會被收回去 好那這邊VIPER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準備要來打城堡時代的兵種了 沒有要跟他繼續打空間時代 打打雙槽 哎唷 但是VIPER這邊 一點下城堡之後害出裝甲步兵耶 而且步兵的預防也點了 果然哥德爾就是要打步兵喔 這就是哥德爾的浪漫 不跟你打旗步 我就是要打步兵 OK 戰狼點發了一下 來射一下這個戳戳 但戳戳沒有被射死 有一隻殘血 好這邊戳戳硬上來戳了一隻馬馬 還沒有戳死 一隻殘血跑掉了 好那這邊一點掉戳戳 但是這邊裝甲很難處理啊 裝甲用肉馬來砍也不好砍 因為裝甲的攻擊力是比肉馬高一點的傷害的 好這邊裝甲確實給幼非常大的壓力 該怎麼打 戰狼也打不贏 裝甲 直接換掉 弓兵趕快往後拉 不要被戰狼給收掉就好了 這邊戰狼就沒有很準 全部殘血 好那這邊沒問題就上城堡十大 我們先加入一下 來看一下城堡會打死 但是庫曼這邊已經雙TD開弄了 雙敏樹有點被拉開了 目前是右的一個領先 目前領先是十三村左右 好那這邊 上了城堡是來先來燒的是石頭區喔 不是上面這一塊 那viper應該是有看到嗎 來看一下這個視野 到底有沒有看到他拍TC 看起來是心裡有敵了 這個格子應該是有TC的 好那隨意是選擇打石頭這一塊區域 他想說要來這邊抓這個伐木王 結果沒想到再挖石頭 好那這邊決定不挖石了 那去撒田 那viper優先點下了修道院 那先開出了TC之後 3TC之後才下修道院的一個打法 算是要來追村民宿的一個想法了 那viper的話算是一個不太愛強弓型的玩家 強弓型的玩家是指說不喜歡打一波啊 就是毫無故技的不農經濟 然後就直接all in到底 然後跟對手打一個大風經大城堡的那種打法 他算是一個穩農型的打法 只要可以情況允許的話 他都是會想要打農的 而不是打一波的 所以我個人蠻喜歡看白盆的比賽 因為他的比賽總是能打到大後期 那後期的選擇跟想法可以學到蠻多東西的 然後那這邊五個人在挖石 通常封建時代五個人挖石 上城堡就少來蓋城堡出寶兵囉 那通常你們玩家在對決的時候 看到這個情況自己心裡就會有底了 對手要打寶兵 那你就可以先稍微做出對手的寶兵的應對 要該怎麼打比較好 然後那這邊裝甲步兵 只要想要硬拷嗎 但是對手的寶兵 那個啟示已經出來了 要來解這一坨 這個戰矛是不是有點白給了呢 但沒有關係喔 看來他也不想要這個戰矛了 直接送給viper 好那但是viper 明明剛剛聰明樹沒有領先 而且還是落後13寸的情況下 viper居然領先領先3寸啦 現在63寸打60寸 我的天家裡是4TC得開局 但是庫路曼這邊地上的TC現在才開呀 那這樣導致庫路曼的前面的封禁又是慢慢還了回去 好那這兩隻生女出來 緊了個遺跡 然後在家裡準備做防守 那也差不多心裡想覺得 對面剛出兩隻騎士 等等差不多就會過來了 先在家裡附近繞一下 看會在哪裡遇到 這邊應該是要看到了 OK這邊騎士走的竟然還很聰明 家裡趕快招一下 哎呀 viper速度有點慢 那是因為他在下面撿移機嗎 沒有在撿移機 他這個是 啊對 他在撿移機沒錯 但是招搶到對手的一個草原騎兵 所以剛剛這邊招搶慢了一點 所以說第一次世界冠軍 並不是每一個動作都是100% 最迅速最完美的 即使是最強的玩家也是會有失誤的時候 所以大家不要太苛求這些細節的部分的東西 比較 我覺得有點太刁鑽啦 就是人還是會失誤的 OK 剛剛錯了一下 哎呀這邊是出草原騎兵耶 蠻特別的 通常都說會打 所以找不到吧 對應該找不到 OK 通常都是打騎士的狀況 這邊互相是選擇打草原騎兵 好那這邊草原騎兵爆的蠻大量的 那這邊又打草原騎兵那個想法 有可能是因為 哎 其實不太清楚耶 除非他點一罐吧 所以草原騎兵超越加速比較快 因為他基本上升騎兵的速度 提升5% 就是騎兵的移動速度 呃他打草原騎兵 哎呦這邊直接隔空戳死一隻村民 再來就是草原騎兵攻擊力比騎士少一點 然後他的防禦也比較少 也是少遠防禦一點 近防還少2 但攻擊射程距離是多1的 這也蠻特別的 對於 庫曼的一個選擇 打草原騎兵 並不是這麼常見的 因為通常會被 法蘭克騎兵 或是駱駝 直接打草原騎兵 這個草原騎兵 所以草原騎兵 出的機率是非常非常少的 這邊庫曼居然要前置城堡 大概石頭其實挖得差不多 那草原騎兵目前是90吋 對90吋 好 那兩邊 哎呀 還在想要繼續農 都沒有要打一個大城堡 可是故鄉騷擾的一個狂狂而已 但這邊騷擾來說 MIPER是比較弱勢的 因為我們畢竟是步兵而兵 移動本來就會有點困難 這邊這個 神女居然被犯掉了 在家裡 這一村 能招到嗎 哎唷完美 直接招到了 那有一村被捅死 那樣子 有一隻被捅死 那有兩隻草原騎兵 好那這邊來搓這邊村民的 常常兵 被送光了 那對面有本來一個對塔 這個寶為什麼是插在這個位子啊 這個有在高地上嗎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 這個寶也射不到這裡 這個寶的位置有點尷尬 應該是要來前置放寶 然後出清茶 哎果然 出清茶之後 要來開始騷擾 但是這個寶沒有插到任何東西 有點尷尬 如果他再往前幾個的話 那確實這個金就不能挖了 但是MIPER這邊還是可以輕鬆挖到這塊金 這邊有點危險 快跑快跑 好MIPER按下了更多局 那我們來看一下MIPER的視野 MIPER已經點下了銀罐 銀罐的話 就是可以在 軍營點下 哥德護衛隊 那是一個 非常爆 非常快可以爆 寶兵的一個選擇 那右的部分是選擇上帝王時代 那單道學跟一級遠防 已經點下了 準備要來爆清茶 但是這邊還點出了裝甲 欸蠻特別的喔 這個帝王點裝甲 好那這邊BUFFLE選擇出衝車 然後點下義工 鋪兵義工要來點 這個對手的一個 城堡了嗎 哎呀這個這個這個 哎呀這個SURRY 沒放進去 我的天 我的 走 好上面這個遺跡被幹走 哇直接跑到白普家 幹遺跡 有想法 好衝車衝了出來 開始來頂了 那這邊 要不要招些 進在單位來守呢 但是沒有 在這邊補下了非常多的一個軍營 但是要來打裝甲步兵喔 哇 步兵 又頂下了長劍兵啊 看來DUFFLE要看到劍兵不肯的狀況了 哇一個城堡打帝王 MIPER 似乎並沒有很弱勢 反正很強勢的感覺 哇你們看這個 進攻 逃猛 三衝車 對 加上大約30隻的步兵 戳戳加上 戈德夫衛隊 但是戈德夫衛隊被打還是很痛 哇這個雙層傷害太高啦 其實戈德夫衛隊也不錯 因為裡面太多太多隻的單位在裡面做防守了 所以戈德夫衛隊被射個幾下也是 是不是要投過血流 OK單位出來之後傷就沒那麼高了 那這邊兩個座城堡直接消失 哇那庫曼這邊爆青茶的夢想已經被粉碎了嗎 兩個城堡沒了 家裡還有城堡繼續補嗎 這邊再補了一個 好但是青茶沒法術沒有關係 他在很早之前就點下了雙手劍兵 那至於研發中 那這邊提醒一下各位 庫曼 他的步兵其實沒有非常非常厲害 就是一般般沒有特別的加成 但是基本上攻防是能全點的 但是像這種情況 你即使覺得你是攻兵 攻馬騎兵或是騎英文明 你該轉兵的時候還是要轉 而不是你硬直要去打騎兵 去打這個戈德夫衛隊加戳戳 三四二步兵很麻煩 我覺得這算是高手的細節 你只要步兵不要太爛 能跟對手打一個步兵 你該打的還是要得打 即使你沒有太多步兵優勢 還是要打 不然這邊出騎士的話有點慘 因為你的騎士量很難起來 黃金上不太夠 食物也不太夠的話 那又會被打出劣勢出來 哥德這邊是選擇 剪下了二級射 哇這邊很大量 我們最近這邊狂風暴雨 這四隻青茶騷擾還蠻到位的 家裡蠻多的在追青茶 那這邊的話 哇這邊砍死了非常多的村民 直接硬上來這邊修寶的 套進城堡的村民 這邊直接一個大廚殺 村民術已經持平狀化 OK那三種劍兵 再升三防了 那這邊直接打一個正面 雙手劍兵還是蠻給力的 想來拆這個沖車有機會嗎 但是現在是敵力打高地 並不是這麼的優 但是哥德火隊的防禦 有跟沒有一樣 直接爭霸 哥德火隊的數量越來越少 但是這個城堡 快要再修了起來 趕快拉更多村民來修 哎呀居然守住啦 我的天 哇 居然被 用手住了 我傻住了 剩下三百滴的城堡 還有一台沖車 居然被他修回來 哇 沒想到哥德 遇到庫曼打步兵的狀況 麥克應該也傻住 哎呀沒想到被你頂住了 本來麥克想要一套帶走 這邊還是先點上帝吧 看來是帶不走了 先打穩 剩下個石彈 點個彈道學 防守先坐好 這邊看麥克他知道他的兵往上走 開始在圍加咧 所以是不是來不及為 這邊麥克有看到 先來個招翔 找了一隻雙手步兵殘血的 這邊是要幹嘛 哇這裡有一隻天風熊 天風熊在追村民 好那這邊升到帝王時代之後 這邊常見兵才能打 現在去跟雙手見兵打 絕對打不贏 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而且這邊又點下了雙手 那不是雙手 冠軍 欸不是冠軍 是劍勇 冠軍好像是英文講法 槍條 噢也是日文講法 那這邊是選擇雙手 劍兵升級成為劍勇 下面有一堆各路兵騷擾來殺 這邊挖手村民殺了蠻多的 這邊騷擾有點煩 這邊只有青塔在防守 青塔打各路會隊很沒有能力啊 這邊還是殺了蠻多的村民 OK上面這邊還在隊 像雙手步兵打劍勇 劍勇對上雙手步兵的一個數量 能不能打回去呢 數量上是50 吼不是50 50隻 打上大約19隻的劍勇 50隻打19隻還打得這麼謹慎啊 你們看這個世界關係 跟那個謹慎勇者沒什麼兩樣 超級謹慎了 自己也要劍勇 分三級用採用運跟你打 能不打就不打 這邊村民居然不是要來挖資源 而是要來蓋均勻 但是被誘發現了 這邊趕快把這些均勻的集結點 吃到這邊要來拆對方均勻 這邊還在僵持不下 並沒有打個正面 19隻的劍勇 會被堵到嗎 哎呦白牌是不是有點錯過了 哎呦兩邊錯過了完蛋 這邊要直接進來騷擾了 白牌已經看到了 趕快回頭趕快回頭 這邊青塔來做反擊 來打這個 劍勇還蠻快的 只要他不出 附會隊的話 這個青塔還是有蠻大的效益的 趕快趕快回首 趕快回首 家裡要爆了 破冰這邊開上 這邊又來了一撮 但是青塔數量有點少 先撤先撤 好 哥等護衛隊跟劍友會砍 很慘 但是沒有關係 現在護衛隊的數量比較多 好那這邊 家裡採了一些劍友來防守 加上TC的射擊 家裡的內放快要解掉了 這砍速度還是蠻快的 好 這邊就還漏了幾隻 哥等護衛隊進來燒了 人家都是用肉馬跟騎士來騷擾 呃 VIPER則是用護衛隊來騷擾 哥等護衛隊也是蠻厲害的 好 這裡一個人 在蓋寶 平常來繼續 控金礦 那這邊繼續出 褲迪嗎 還是要出 哥等護衛隊 這邊選擇是出哥等護衛隊 好 那這邊庫班選擇的是 劍勇對 加上青茶的一個防守方式 但是 目前 MIPER是選擇出 劍勇加各的護衛隊 裝黃金兵種 好 順帶一提喔 這個 青茶這個散彈射擊 打這種 遠防高的單位其實蠻有效的 像衝車啊 或者是護衛隊 雖然射對手只有一滴 但是 可能是同時射出三發箭矢 還是幾發 應該是三發不錯 就是每射一下就會造成3滴傷害 那 數量一起來 射這種 遠防高的單位 還是蠻痛的 並沒有太差 所以算是有點 小小 康可到 哥等護衛隊喔 因為中國聯盧打 哥等護衛隊也是蠻痛的 因為他也是連發式的那種傷害 雖然怎麼射都只有一滴 但數量大起來還是射蠻快的 哇你看這個速度 青茶殺這些 單位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這邊 右的選擇 應該會趕快想要自己爆出大量的青茶 跟劍友來防守 但應該不會有其他選擇 因為其他選擇 對 右來說並不是一個首選 這邊最佳陣容 確實是劍友 加上這邊青茶的連續射擊 哇你看這邊青茶 來射這個劍友 死的速度很快 雖然這邊沒有31射 但射這個劍友也是綽綽有餘了 但這邊mipe實在太扯了 部隊的數量有夠大量 一直在各處進攻 還要來守司城堡 因為這邊 哥等的費用實在是太便宜了 到地龍時代到底是減免多少 35%喔 哇真的是35% 太省了 每一個步兵 都給你打一個65折 所以一直爆一直爆一直爆 而且這邊細節的部分是 viper的數 單位部隊是可以到210人口 所以整體來說 雖然viper目前會被這一坨 有清茶給克制住 但相對的 只要一直持續爆出大量步兵的話 那對手也會受不了的 這邊要來直接硬拆修道院 哇這個細節 直接噴出 遺跡出來 這邊要斷金了嗎 還是有 特別在挖金礦 上面這塊金也沒辦法挖 完蛋 這邊viper專心在控金了 哇果然把金控住 又打錯GG 確定是把金控住了 現在是零人挖金喔 雖然還有點資源 但是覺得自己已經撐不住了 對手viper爆的量實在太大了 家裡有一隊 這裡有一隊 到處再出 哇這個真的是操作者不一樣 結局就是不一樣 好那來看一下統計部分的數據 那右的這邊KDA比較好 殺敵是殺346 但是這邊viper是273 算是比較 雖然哥德看起來比較慘 但是最後拿下勝利是哥德 這就是用一個 單位減免 一年過去的一個戰術 好那村民術其實也都差不多 那帝王時代稍微落後一點 把他落後7分鐘還能打贏 好相當不容易喔 這個viper 扛線能力真的是厲害 好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